第一个荒谬啦 第二个是不治 甚至是愚蠢的一种说法 可能最惨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中国的国台办开记者会说 台独的四个样态 最严重判死刑 包含了参与国际组织 就不给中华民国有活路就对了 你要参加国际组织 就把你要严重的处理 您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第一个这是 第一个荒谬啦 第二个是不治 甚至是愚蠢的一种说法 其实台湾最重要的是 台湾有非常强的经济 还有台湾有非常强的民主的体制 所以世界上现在是非常欢迎台湾 走到哪里台湾都是受到欢迎 那台湾护照好用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 特别是过去COVID-19三年的时间 台湾Can Help 其实这个已经在国际上打响知名度 那更不用讲现在的半导体 还有AI的这些科技产业 实际上是以台湾为中心 所以现在台湾走到哪里人家的欢迎 那你刚刚在提到的 所以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其实是支持台湾要有意义的参与 国际的组织 因为这个跟人权有关系 跟普世价值有关系 所以你刚刚提到两个 第一个是WHA 这个跟人类的健康有关系 所以特别在COVID-19的时候 台湾其实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然后第二个民航组织也有关系 这个飞航的安全是不分国界的 这个每一个人 这个搭乘飞机飞航气 其实都有这个安全的这个需要 所以这些国际组织 事实上台湾是必须参与的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之一 那如果照刚刚讲的这个逻辑 我记得前阵子立法院的副院长 江启成副院长 带了还有包括民进党 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去WHA 去这个这个去争取 台湾加入WHA 那如果照国台办这样的逻辑的话 我看江启成以后 这个也是算顽固台独分子 这个也要被判这个重罪 因为他在这个争取台湾的 这个国际的这个空间 去参加国际组织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 而且我觉得 现在可能最惨的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 最惨的可能是国民党 这接下来不晓得怎么办 对 如果照这样的逻辑的话 那这个傅昆奇 傅昆奇带了这个十几个立委 去中国大陆 这里面这几个立委 以前可能搞不好也 说过一些违反 他们这四点的一些讲话 那以后是不是 进到中国全部都来抓起来管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其实中国政府会 用台湾话 会计划的 进退两难 他接下来我觉得不晓得 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台湾的人民 以及包括这个 所谓的 过去一般来讲 比较轻松的这些政党 因为全部通 一杆子 全部都打掉 这些政党 这些政党